外螢幕是不是還可以使用更多軟體呢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 把我們常用的一些軟體工具 加到上面去 大家最喜歡問的問題啦 我明明設定有開啊 為什麼我的LINE通知 總是收不進來呢 今天我們手機合起來 你這只要把手掌蓋上去 它就可以自動把手機 相信大家對我們這些手機 一定還有其他的問題 請大家呢 踴躍在下方留言 我們都會拍短影片 來跟大家做回應喔 嗨 各位Glash 國小好夥伴 大家好 今天這部影片呢 是我們的完全攻略影片喔 這一次會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全新上色 Leave Flipify 這支手機 那如果你還沒有入手 或者是你已經入手了 想要了解它更多的細節 請務必看一下這支影片喔 因為我們這支影片會從頭開始 教你怎麼樣把資料轉移到新機裡面 然後呢我們要調整一些 什麼樣的細節設定 讓我們的手機操作起來更方便 更加實用喔 那影片最後還會加入一些 我們小秘技的分享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那因為這部影片呢 片長會比較長一些 所以如果你覺得 有一些片段 你已經有學習過 或者是會用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時間軸 快速跳到 你需要的片段喔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次Flip 5 最有趣的就是這塊封面螢幕啦 其實我們這塊封面螢幕呢 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像大家最喜歡的桌布調整 也會在這次的封面螢幕上 也操作變得更簡單 因為你只需要透過我們的主螢幕有沒有長按 上下滑動呢 就能變更很多的我們的桌面螢幕的內容 那當然大家會說上下滑動的內容 這些好像都是原廠設定的 不喜歡 你可以自己新增嗎 當然可以喔 所以就現在請大家幫我把手機攤開來 在我們的手機的設定裡面 往下滑 就會有一個封面螢幕選項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教大家怎麼來做一個 自己喜歡的封面螢幕吧 所以首先只要點下下方有一個新增的選項 那新增呢我們會建議大家喔 使用媒體瀏覽器這個選項 因為你可以把你自己拍攝的一些照片啊 影片甚至GIF的動圖 都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桌面螢幕上做使用 我們一次可以設定15張 讓你每次封面螢幕按開來 它都長得不一樣喔 每一次都會輪播你設定的15張照片 那影片呢比較特別一點 還有檔案限制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影片呢它也是可以放一個15秒的短影片 所以當你選擇的是影片的項目的話 你可能需要剪輯一下影片的內容 那我們接下來講一下 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就是GIF動圖啦 那這些圖片呢我要怎麼來 其實很簡單 你在設定之前先幫我進去我們手機的 三星網際網路 然後在這邊呢你直接在Google的搜尋形上打上GIF 例如說像我就很喜歡狗喔 所以我就打一下寵物的GIF 圖片這邊你看到很多可愛的GIF之後呢 我們下方還有一個小分類 你可以直接點選GIF的項目 它就會幫你全部找出 所有GIF的內容 那如果你有看到喜歡的樣式呢 可以直接對著它長按 然後你就會發現它就會有儲存圖像 那下來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剛剛我們設定的 封面螢幕裡面 把剛剛那一張下載的GIF呢 在我們的新增媒體按器裡面把它加上去 我還可以去調整封面螢幕上的時鐘 它的字型樣式我要選擇一個 我覺得不錯的字體 除了這樣之外 我還可以選擇我們的外框 它這一次外框有提供的像是各種 設計風格或者是字母風格的選項 所以你就挑一個你自己喜歡的樣式 一樣可以調整顏色 還有我們這個框的透明程度 右下角這裡這個相機的APP你也可以更換 換成你自己喜歡的手電筒啊或是像我常要看工作 我就會選擇行事例 那除了這樣之外呢 上方我們也可以加上要不要電池的百分比 跟左邊有一個小小的舉點 這個就是我們通知的樣式 個人就很喜歡這個圖示的版本 做好了之後按下完成 我們這一張桌布呢就已經完成做好了 那桌布分享到這邊呢 大家會說那我自己做的桌布啊 甚至網路上找到的GIF圖 你都不喜歡怎麼辦 沒關係這個時候請你打開我們家的相機 在我們家的相機裡面呢 你在左上角的設定選項 會看到有一個功能叫做相片 裡面有一個叫滑動快門 已做什麼 所以你現在可以點進去幫我改成建立GIF的選項 然後這個時候你只需要按下我們相機的快門 按下去之後 手勢往下滑 這個時候他就已經在拍GIF的圖片了 這個就是我們做出來的GIF圖片 那一樣我可以把這個GIF圖片呢 放到我的封面螢幕上面 當作我自己的一個獨特的桌布 所以讓你的手機外觀呢 跟別人長的都不太一樣 如果你真的覺得 那我有沒有更多不一樣獨特的桌布呢 像我自己喜歡一些很有名設計師 或者是更可愛繪圖風格的版本 這次三星也很貼心 在我們的主題商店裡面 提供了很多的樣式 可以讓你做調整 一樣先從我們的手機進去設定裡面 桌布與樣式 在這個裡面呢 第一個我們可以調整到的叫做調色盤 他就可以依據你的桌布色彩去自動變更 適合的顏色 回到我們下方有一個功能 叫做主題 裡面有提供了各種免費 或是付費版本的各式風格主題 你都可以隨時去套用它 而且不是只有單純改變桌布背景 我們連字體 顏色 還有你的圖標 都會一起跟著變化喔 這一次我們先從這個熱門的選單開始看 左上角有一個全部喔 我們可以改成你要找付費版的主題還是免費版的主題 那我們就先點免費版的好了 有一些像這種很可愛風格的主題 點進去之後就會發現你看他除了幫你做主頁面的主題之外 我們的那些小圖示icon都跟著變得更可愛之外呢 還有做到像封面螢幕的外觀 他都幫你同時做好了 那你只需要做什麼 按下下載 並且套用之後呢 你就可以改變你桌布的一個氛圍 那我們可以改變桌布的主題之外 當然你連外面的封面螢幕 他也會一起跟著變成這個主題適合的風格 像這樣子喔 那當然主題的設定不會是只有下載一個而已 因為畢竟你有可能會喜歡這個背景 但是你覺得那個圖案啊 圖示太花了有沒有 其實我們這個主題商店呢 最好用的地方是 他可以混搭喔 怎麼要混搭呢 剛剛我們選到的是一個主題的風格嘛 所以現在你可以直接在我們下方 找到有圖示 甚至還有什麼AOD啊桌布啊 有沒有發現 他圖示的部分呢 可以自己再選擇你自己想要的款式 我想要讓我的icon圖示啊 就很簡單很簡潔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黑色款式 把它下載下來 像我這樣下載好之後 並且我把它套用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我原本的桌布背景是很可愛的版本啊 但是我的icon圖示呢 會是獨立黑色黑框的版本 所以是可以兩種一起混搭做使用 那如果真的你有看到很可愛的付費版的主題呢 你也可以把它買下來 因為它是跟著你的三星帳號走的 只要你接下來換的手機 這款手機有支援這個桌布的話 都可以繼續沿用這樣的主題設定喔 接下來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塊封面螢幕 當然不是只有外型好看而已啦 我們可以在裡面做到很多的一些小工具的事項 舉例來說像我的工作隨時隨地都需要看形勢力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這邊看到完整的形勢力 知道我明天要做什麼事情之外 甚至呢我可以直接往後滑 看到今天的天氣啊 電話 這邊也有提供了號碼盤的輸入 那我們這邊直接撥打電話就會走 擴音的形勢 那你可以直接跟你的客戶快速聯繫喔 你也可以把六個 常打聯絡人放在裡面 還會有支援像是錄音機 健康步數啊 像我們三星有支援一些智慧家電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這邊遙控利用這種一鍵操作的方式 快速執行 你有設定好的一些全新串聯的內容 而且這次馬表功能喔 在我們的螢幕上面做了一個小巧思 只要你使用的是有時間制的軟體 剛剛說的錄音啊 馬表啊 音樂啊 影片等等有時間軸的App呢 當你在播放的過程中 你只要回到我們的主頁 就可以這邊看到我的進度條到哪裡 也可以透過這邊直接點選之後呢 快速跳回原本的App 讓你繼續去使用 小工具剛介紹的零零種種 總共有來到快要十幾個 如果每次都要找的話 這樣滑動半天 大家應該會覺得非常的痛苦跟辛苦啦 所以這邊教大家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手勢 這個手勢就是我們的雙指 直接往內捏一下 你就可以輕鬆的 快速切換到 我想要使用的位置上面了 所以不用像以前一樣 一直在左右滑半天才找到你要的位置 這一次多了一個 全新的貼心手勢 往內一捏 就可以快速切換軟體了 那分享到這邊呢 相信大家還是會覺得 外螢幕是不是還可以使用更多軟體呢 那要怎麼使用呢 很簡單 首先先把你的手機打開 並且呢 到我們三星的應用商店裡面 幫我直接在我們的放大鏡的位置 搜尋Good luck 找到之後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並安裝 那我們執行Good luck之後呢 可以在我們下方有一個 Live Art的選項裡面 New T-Star 這個App一樣 再把它點下去做下載的動作 好下載完成之後呢 你只要點選這個Mute T-Star的選單進去 第一個選項就是 I love football 折疊機的一個選項 第一個我們叫Launch Launch就是我們的Widget 直接可以點選進去 新增上去 第二個叫做GameWidget 還可以加入一些 平常可能休閒時間想要玩的小遊戲 所以這兩個選單你就幫我 開始找你自己喜歡的App加進去吧 加好之後再把它合起來 在外螢幕上呢 我們現在直接透過主頁長按 你就可以往後滑 看到最後一頁就會有一個新增的選單 按下加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找到我們剛剛有 裝上去的Good luck的兩個工具 所以現在我直接點選之後呢 它就新增上去了 你可以直接透過這邊長按 按住它 快速的移動位置 到你自己喜歡可能 隨時一滑就叫的出來的一個地方 這個時候呢 我想要執行像是 我剛剛說的Live Pay啊 我直接點選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做使用Live Pay的功能喔 大家想到所有的軟體 你都可以在外螢幕上使用 讓這個外螢幕呢 更加多元 接下來後面螢幕還有一個 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大家最喜歡 也最需要的通知啊 有的時候有收到Live訊息 或是臉書訊息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在主畫面 往右推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會顯示通知喔 如果你發現怎麼都沒有呢 不要緊張 有可能是你的設定 不小心關到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把手機打開來 然後你只需要在我們 手機的設定裡面 幫我找到我們剛剛的 封面螢幕 點進去之後呢 會先看到下方就有寫著 通知兩個字 這邊會有一個叫 顯示通知的開關 請務必把它打開來 第二個開關呢 就很貼心喔 因為有的時候我手機放在桌面上 我如果收到通知螢幕亮起來 人家就看到我的通知訊息 你可能會覺得隱私被侵犯嘛 所以這次三星在外螢幕上 也設計一個 收到通知時 要不要開啟螢幕喔 你可以選擇關閉 它就會有震動有聲音 但是不會亮起來 讓你知道 我有訊息 但是我沒有要讓你看的意思 記得呢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隨時收到通知 馬上在外螢幕上看到訊息的話 這個選項也要記得打開來喔 接下來大家最喜歡問的問題啦 就是奇怪我明明設定有開啊 為什麼我的LINE通知 總是收不進來呢 不要緊張 手機設定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選單喔 就在上面叫通知兩個字 點進去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這邊有幾個選項 我們一一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選項叫做 應用程式通知 你只要有選擇 有開的呢 這個APP就會有任何訊息 都會跟你說啦 但如果你今天有 特別不想要的 像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Instagram的通知 所以我個人就會自己透過這邊 把他做完整的關閉 最容易發生的就是大家說LINE LINE呢 因為他的作業系統關係 他其實是一個 相對來說呢 手機裡面蠻耗電的一個軟體 那因為三星呢 有提供一個叫 智慧電池的功能 他有的時候呢 就會把他辨識成 過於耗電的軟體 會讓LINE進入休眠 那因為LINE進入休眠之後呢 你的通知就很容易跳不出來了 所以剛剛從應用程式通知之後 點進去 我們選到LINE裡面 往下找一下 這邊有幾個選項喔 可以請大家調整 第一個你的LINE要不要聲音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這邊選靜音 然後呢 下一邊會有選擇 所謂的通知類型 我建議三個選項 都讓他會是圈起來的 因為我們有提供你 鎖定螢幕的時候 會跳出文字 我的LINE圖示上 有沒有未讀訊息 標記的123 跟我在解鎖畫面的時候 會不會跳出 彈出訊息的選項 如果你希望LINE進來的訊息 顯示說 你有新訊息就好 不要有內容 可以從鎖定螢幕的通知這邊 點選之後去調整成隱藏內容 那接下來就是重點中的重點喔 我們往下看到 有一個叫做通知類別 LINE這邊其實分類的很細喔 我們可以個別設定每一種通知 例如說 電話 LINE電話 你點通話進去 這裡面就會有 單純針對通話部分的設定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奇怪我收到LINE通知 但是我的電話都不會響 怎麼調都不會響喔 跟這邊的調整可能有關係 所以建議這邊就要開啟提醒 然後開啟音效等等的設定 讓你的LINE通話可以正常 那第二個我們會用到就是 一般提醒 一般提醒裡面呢 也會因為這邊的設定 造成你的LINE不會有聲音 或者是完全不會收進來 這邊也要記得把它打開 並且開啟提醒的功能 那順帶一提 剛剛有說到的就是 應用程式有可能會自動進入休眠的部分呢 請幫我把手機回到 主設定裡面 幫我找到一個叫做 電池與裝置維護的功能 這個工具呢 就是手機管理的一個 防火牆的一個機制 它會幫你管控電量 也會幫你做防毒等等的一個設定 那我們現在在裡面會看到一個叫做 電池的選單 我們這邊有幾個資訊 第一個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電池用量 大概可以讓手機用多少時間 還有你上次充電完了之後呢 使用的預估比 你如果發現下方這條用量啊 呈現什麼垂直水平降落這種圖示的話 就有可能你的電池 或是有什麼特定軟體 造成你異常耗電 所以手機這邊其實就會完全告訴你 現在哪一個軟體 最耗你手機的電量 它都會跟你說喔 那接下來我們要回到 剛剛說的LINE的問題 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 背景用量上限 請幫我點進去 這邊呢你就會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 預設值是打開的 叫做 讓未使用的應用程式 進入休眠 有一些軟體你不常開 然後你突然發現奇怪這個軟體通知怎麼都沒有了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 智慧電池在幫你管控啦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有一些工作需求 可以把一些特定軟體雖然不常開 可是我很需要它的通知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在下方有一個叫 永不休眠的應用程式 點進去 然後這邊按下加 所以這邊直接把LINE新增上去 那我們的手機呢 就可以正常的 在接收LINE這一塊不用擔心出問題囉 最後既然都提到了通知這件事情啦 我們再回到設定主頁呢 這邊就是會有我們的 手機的鈴聲 雖然鈴聲這個功能呢 大家都對它很熟悉的 可是說實在我還是有在路上看到 很多的鈴聲沒有調整過 都是用原廠設定的 所以這邊呢 一樣請大家幫我把手機找到設定 裡面有一個音效與震動 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在這邊看到鈴聲的選項 我們的鈴聲有分了三種鈴聲 總共第一個會有手機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電話來的響鈴的聲音 可以從這邊調整選擇原廠聲音之外 右上角有看到一個很貼心的加 代表我可以直接點選之後呢 從手機裡面的音樂把它讀出來 當作鈴聲做實用 那除了鈴聲可以用之外 還有一個叫通知鈴聲 點進去你也可以這邊設定 你的通知鈴聲的音效 那基本上如果你LINE剛裝好的話 你的通知鈴聲會跟著我們原廠的手機走 不會是大家熟悉那個LINE的聲音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你可以設定自己原廠 喜歡的鈴聲之外 如果你喜歡原本LINE本身提供的那個聲音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進到LINE介面設定有一個提醒 請選擇在裝置上新增LINE提醒鈴聲 它就會出現LINE本身的鈴聲選項 讓你去做設定喔 所以通知鈴聲分享到這邊 最後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家這次資源的手勢功能 向大家熟悉的螢幕點兩下喚醒 或者是手機拿起來螢幕要喚醒的工具 都會在這些設定裡面喔 所以先請大家幫我把手機打開來 進到我們手機的設定裡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往下滑找到我們家的進階功能 動作與手勢 大家熟悉的拿起手機喚醒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甚至我要輕觸兩下開啟螢幕之外 這次也支援了輕觸兩下關閉螢幕的功能 非常方便 那當然我們這次還有一個新的功能 叫做手勢靜音 今天我們手機合起來 放在桌面上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電話打來 你直接把手掌蓋上去 它就可以自動把手機轉靜音喔 相信大家在折疊機接電話這件事情上 還是想要回味一下 傳統折疊機的接電話的模式 所以這一次呢 折疊機一樣 你在通話的APP裡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右上角 三個點的選項 你可以直接點選設定 好設定點進去之後呢 就會看到有一個叫做 折疊選項 只會想要點進去之後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有出現一個叫做 蓋上手機與結束通話 或者是打開手機與接聽通話 你可以在那邊自己做自由的調整設定 所以這邊提供了這幾個選項 讓大家在接電話的時候 多一種全新的選擇方式 那當然如果你說你不要一掀開來 就馬上接聽 也可以透過這邊去做更改跟調整喔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剛入手Leafweep 5的話呢 接下來就會教大家 基本的怎麼樣轉機的設定喔 新機呢只要按下開始的選項 第一個一開始條款先幫我打勾 按下下一步 這個時候呢它會跳出這個畫面 我們的舊手機上呢 就會出現這一個 提示直接告訴你喔 今年最人性化的一個設定 它已經告訴你說 我現在在什麼畫面 什麼機器要跟你的舊手機做連結 所以當你現在要轉機 你就只要在這個地方 舊手機上 點選設定 它就會開始跟你的新手機做連線喔 連線之後呢它會跳出什麼 會有一個提示跟你說請掃描 手機上的QR Code 所以這邊呢新機上 我們就會出現QR Code的選項 它就開始做設定上的轉移了喔 那這個時候新機因為你剛開機嘛 一定會請你做一件事 就是要先連結 我們現場的網路 所以它就會跳出網路連線的選單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找到 可以的Wi-Fi 三音帳號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你一開始最好 如果你這裡就有用的話 你可以先登入三音帳號 因為三音帳號提供給我們很多安全性的保護 像是手機不小心遺失啊 就可以透過三音帳號尋找的方式喔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尋找功能有興趣呢 也可以參考我們連結上之前有教過大家的 SmartSignify的影片教學喔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LeapFlipper裡面的小秘技了之後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